这个女人是暗黑的复仇女神 她掌控着无可匹敌的波斯帝国 统帅百万军队踏上血腥残酷的征程 通过战争 杀戮 毁灭着整个希腊 以图灭掉一个种族的她 体内流淌的血液正是希腊人的血 到底是什么 导致她背叛自己的祖先 抹杀属于自己的血脉 斯巴达败了 波斯大帝高举黄金战符 斩下斯巴达国王头颅 斯巴达将沦陷 全希腊将沦陷 这一切罪恶都源于十年前 波斯大帝的父亲 大流士一世 怀穿野心企图吞并希腊 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 大流士一世派出大军杀到雅典海岸边界 雅典将军托克利 带着精锐步兵一一敌三 和庞大的波斯大军展开殊死搏斗 大流士一世以为胜券在握 并指挥战争 托克利利剑射出 剑尸破空射在大流士一世胸口 至此马拉松战斗落幕 同时也埋下了波斯帝国 和希腊长达千年不死不休的宿命 波斯海军统帅米西亚 这个金美貌和毒辣预身的女人 其军事才能和武力 在波斯都是金字塔顶端的存在 她毕生的夙愿 就是亲手毁灭整个希腊 这次救亡重伤 希望登基 米西亚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风风火火赶了回来 米西亚流下眼泪 果断拔剑 终结了国王的生命 老国王去世 薛西斯哀伤了七天 在他伤心欲绝的时候 米西亚在弱小的他耳边 种下邪恶复仇的种子 他召集全国的法师和魔修 他要彻底控制亲王 薛西斯被安排一个人 进入到沙漠中历练 很快他找到了神秘洞穴 在这儿 他献起了自己 完成了恶魔仪式 由人类蜕变成为邪恶的神王 这个身高三名的男人 是波斯大帝 更是邪恶之神 他眼睛像火红的煤闪耀 黄金液体从他身上滴落 他正准备发表战争宣言 期间 米西亚开始了他的暗杀计划 夜色掩护 王宫里所有薛西斯的同盟 被除掉 抚养他长大的人 所有他咨询过的人 相信的人 通通都得死 当新神王 正在波斯民众面前 米西亚操控着神王 至此 米西亚彻底掌控波斯帝国 以致面目猙獰的百万大军 浩浩荡荡 开启了残酷的血型征途 由波斯大帝帅庞大的鲁军 向希腊推进 而米西亚则统领挥下数万战舰 准备航扫整个希腊海军 此时 雅典将军托克利得到了消息 在大典中 慷慨激昂地说服 其他希腊城邦 一起对抗波斯大军 历史上 波斯与希腊的战争 就这样 拉开了序幕 米西亚高坐在王座 底下的希腊战俘正被押来 战俘大骂他是个卖肉女 还叫嚣着 你们将领的体内流的血 可是希腊人的血呀 亲吻断头一幕 血腥异常 海军大将领不敢知识 米西亚广部走向王座 布置海军战术 突然发现了一个不低头的男人 通过交谈 很快他被米西亚识破间谍身份 大军围杀 但这个男人战力很强 迅速杀敌后 跳入海中顿走 很快 托克利率领的雅典海军 和波斯海军的前头部队碰到了一起 双方第一次战争即将爆发 希腊的海军 将战船在海面上围成一圈 面对数量远大于他们的波斯战船 根本不虚 直接战斗 利用战船小灵活的特点 近距离和波斯海军开战 弓箭和长矛齐飞 长矛当然比弓箭杀伤力大 而后 等时利用两船对撞战术 将波斯堡壘一般的战船拦腰斩断 看着前方一艘艘战船坠落 米西亚不怒返效 明金收兵 米西亚战后驯化 直接把先头部队失误的海军降临 用到海里喂鲨鱼 听到海军战报 75艘战舰丢失 30艘无法修复 20艘可以在安全码头修复 米西亚不拦不惊 直到情报人员说出 敌方指挥官是雅典将军托克利 就是他一间射穿了大流石仪式 米西亚才有了点兴趣 最后 双方又爆发了海岛大战 托克利再次利用大陆天际 将波斯大船引用到沟壳狭窄处 开启了杀戮的时刻 雅典又消灭了一部分波斯海军的力量 两次战争的失礼 米西亚沉思片刻 想到了一条妙计 一条小船来到希腊海军面前 原来这是米西亚派遣说客 请雅典将军一句 托克利放下武器 心肝赴约 托克利来到波斯海军大本营 此时 米西亚一改往日的瑞丽 换上性感无比的长裙 给雅典将军倒了一杯美酒后 开始了自己的招想发言 一份激情后 米西亚再次让托克利 臣服在他的石榴群下 但英雄就是英雄 托克利直接拒绝 切得米西亚拔出了剑 托克利回归 战争迎来最后的决战 米西亚压上自己的身子 都没能征服这个男人 米西亚心中产生了无比的恨意 他绝不能让托克利 如此轻易地死去 他要在战场上 彻底征服这个 让他恨之入骨的男人 这次 他亲自指挥大军全力战斗 波斯海军 使出了笔杀技 浮屠战船 铁栓不断在海面上喷着石油 雅典战船 根本撞不翻浮屠战船 此时 托克利意识到不好 立马下令撤退 但此时的米西亚 早已面临众多死士 被这炸弹死亡冲锋 托克利立刻面临弓箭手 全部上来射击 而其部下更是凶残 米西亚远远看到有个男人 应有异常 他换来弓箭 张弓拉箭 三发箭矢 精准射在男人身上 米西亚认为 托克利死了 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此时 远远不断地死士 爬上战船 此时 火弹熄来 还没顿时 火光滔天 爆炸产生强烈震荡 瞬间天火焚烧 压电大军 凄惨无比 一场史诗级的震撼海战 正在发生 每秒都有无数生命死去 米西亚觉得 战斗还不够残暴 换来弓箭 点火 大弓瞄准 以发精准的火箭 瞬间落在死士后背 巨大的爆炸 刹那产生 托克利被波及到 压电大军败了 沉入海中的托克利 他半昏迷中 发现海怪 吃着死亡战士的尸体 其后 海怪发现了他 游了过来 但很快 就发现 是队友救了他 这 这是一个梦 另一边 由波斯大帝率领的 百万陆军 已经血洗温泉关 众多斯巴达勇士 被祭了天 很快 希腊的雅典沦落 杀戮 毁灭 发生在雅典的各个地方 神王征服了这里 波斯之火 把雅典神庙 烧成灰烬 波斯大军 无敌 在米西亚和神王会合 准备灭掉整个希腊 统一整个欧洲的时候 斯巴达背叛者 驼贝赶过来汇报 雅典将军托克利 并没有死 他已经率着雅典 最后的战船 在萨拉米斯湾 构建了海军 等着阻击波斯军队 最后的大战 即将爆发 雅典战士 向自己脸部 涂上死亡优才 国家将灭 他们已经视死如归 两军很快对雷 在海面上 随着雅典战船的冲锋 很快发现 城堅上万的波斯战船 立在海面 犹如陆地一般 米西亚发动战争宣言 他要彻底毁灭雅典 将托克利杀死 踩着他的尸体舞蹈 仅六艘战船的 雅典战士 死亡冲锋 战斗残酷搭响 船间撞击 恶朗逃天 最残酷的杀戮发生 无数雅典战士 抱着必死决心 开启了血腥盛宴的 战斗序章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有生命逝去 米西亚穿戴龙骨铠甲 抽出双剑 每次灰击 每次突死 都会带走一名 雅典战士的 鲜活生命 他势不可挡 霸气非凡 很快灭杀了 真正一战船的 雅典战士 看到雅典战士 节节败退 托克利骑着战马 更加激烈的奔杀 战乱中 两人对尸一言 火势中 托克利骑马冲出 很快清理掉小楼楼 托克利脱下头盔 他俩注定有一场 宿命之战 两人迅速站在一起 两人都是武力超圈的王者 在托克利一个 舍命一击后 一拳轰在 米西亚嘴上 米西亚持双剑 更加猛灭进攻 我面前 托克利抬手割挡 双剑摩擦 火星飞剑 两人指着对方命门 就在两人僵使不下的时候 米西亚发现 还面上大批的 斯巴达战船出现 是斯巴达王后 带着斯巴达战士赶来驰援 看着大量的黑红船标 包围了波斯战船 米西亚意识到 战争输了 只见托克利一个转身 单手持剑 让米西亚投降 不 他不认输 他要战斗 战剑瞬间统计米西亚身体 他丝毫不畏惧死亡 让剑捅得更彻底 最后看了一眼 面前的这个男人 彻底倒了下去 最后的意识中 米西亚想起 女童时期的自己 因为希腊内部战乱 他亲眼看到 父亲被希腊士兵残忍杀害 母亲被侮辱 而他也被关进 腐臭的传敌 每日每夜 都被剥夺女性的尊严 直到他失去了价值 被抛弃 波斯使者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 给他最好的战士训练 艰苦训练下 他成为了初类伐岁的战士 怀着夙愿 他被大流士一世 灭杀了很多希腊领族 提着头颅的他 很快成为波斯帝国的权力中心 也许 要不是因为眼前这个男人 他早已毁灭整个希腊 战斗还在继续 斯巴达王后杀到此处 开始和托克利并肩作战 仗义的雅典胜利了 斯巴达胜利了 全希腊胜利了 他们将波斯海军全部歼灭 而身亡波斯大帝 站在悬崖上 看着波斯海军失败的这一幕 气氛无比的转身 电影结束 看完整部电影N多年后 我也许会忘记 托克利的英雄事迹 特林角色塑造的她 是如此的魅惑 又是如此的霸气 让人很难忘记 整个战争的导呼索 是因为托克利在战场上 掀起地上的弓箭 射出破空的那一箭 这枚箭矢不偏不移 下号射在大流士衣士胸前 也许历史在那一刻 就已经输血 最后 阿特米西亚是有历史原型的 她冷酷无情先喝手了 是哈里卡纳索斯的女王 当时只是薛西斯的盟友 并不可能做她的手下 更谈不上 是她扶持了薛西斯上位 要知道 虽然大流士有众多妻妾 这些女人为她生下许多孩子 其中 只有一位能成为波斯之主 她就是薛西斯 薛西斯继承王位 毫无悬念 她的母亲是大流士的王后 也是波斯开国之王 居鲁士的女儿 所有波斯王子中 以薛西斯尊贵的王子身份 成为波斯大帝 当之无愧 当然 她也不像电影中那般普刊 她在公元前485年 成为波斯大帝 公元前484年 率领军队镇压了一次埃及的暴乱 最后在公元前480年 发动了与希腊的战争 当然是以失败告终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电影明 三百勇士 帝国崛起 关注电影近山脚 带您看更多经典电影